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国语晚间新闻是由明瑞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即将为您播出的国语晚间新闻是由Stoneport特约赞助播出 省教育厅厅长部队宣布使用115号法案强制教师签订动心合约 CBC独家调查发现没到假身份证现象在本国大城市愈发猖獗 印度女学生遭轮监后死亡案开审 六名被告或将面临死刑判决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1月3号星期四 欢迎您准时收看今天的国语晚间新闻 我是高航来看详细的新闻内容 安省教育厅厅长部顿今天宣布将动用115号法案强制省内中小学教师签订动心合约 布顿在讲话当中表示由于至今无法同部分教师达成协议 除了使用115号法案自己别无选择 但在合约签订工作结束之后 省府会把115号法案撤销 此外布顿还警告称合约签订之后 直到2014年8月31号之前 一切罢工行动都将属于违法 目前省府已经与代表55000名教职员工的 京大公共雇员工会达成了合约 但是安省小学教师联盟和安省中学教师联会 依然没有签署动心合约 安省小学教师联盟曾经提出 只要省府不使用115号法案 联盟就不会继续发动罢工行动 而安省中学教师联会则已经计划 在省府使用强制法案之后举行抗议 联会主席将会在9号与各联会领袖会面 商讨下一步的计划 尽管115号法案生效之后 教师便不能合法罢工 但他们依然有权不参加自愿的课外活动 目前两个工会都不排除继续发动罢工 抗议省府立法强制教师接受动心 安省省警自去年11月底开展的 打击9号驾驶的Rite行动到昨天截止 警方说今年因为9号驾车 而被起诉的司机多余往年 也是自2005年Rite行动展开以来最多的一年 在今年的Rite严打行动当中 因为不清醒驾驶而被警方指控的有693人 而另外有625人因为血液酒精含量 在50到80毫克之间而被警告停牌 相比之下去年有682人被起诉 583人警告停牌 省警表示警方在去年加大了对不清醒驾驶危害性的宣传 本希望能够看到违章人数显著下降 而数字却令人失望 省警表示这次的统计数据将促使警方 在今年加大力度打击不清醒驾驶的违章现象 加拿大广播公司的一个独家调查发现 一种更能够避人耳目的倒卖身份证件的方式 正开始在本国大城市兴起 有出售新奇小商品的店铺制作的假身份证 已经越来越能够一假乱真 在多市繁华的市中心Youngstreet上 就有这样一家号称出售新颖身份证的地方 在加拿大广播公司利用隐藏摄像头拍下的视频当中 销售人员向几个十几岁的孩子 展示了各个省份的身份证件 从加拿大到美国应有尽有 持续花费50家元就可以买到一张带词条 激光防伪标志和照片的假身份证 上面甚至包括一个真实存在的家庭住址 而只要再加10块钱就能做学生证 拍摄视频的16岁女学生表示 无法想象获得这些假证件有多么容易 而加拿大广播公司的调查人员后来还获悉 这些商店指向年龄在17到20岁的年轻人出售假证件 在卡片售出之前 买家必须签署一份声明 证明自己明白这些卡片只是新奇的小玩意儿 事实证明 当这几个孩子拿着假身份证前往酒吧时 保安人员经过辨认之后向他们敞开了大门 下午消息过后我们先上市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好 国际新闻 我们一会见 随心所欲 尽在云端 海南航空 分部便及多伦多温哥环北京的明锐集团 汇集加美中多国财税金融及保险业专家 充分利用政策和契约 帮助家庭与企业保护财富 创造财富 转移财富 名以言至 瑞以上德 明锐集团以专业诚信的服务 帮助客户实现持久的财务健康 访问政坛名人 也说政治经济带领加国怀疑 变成了中国的DQC A nation built on world-renowned amber and excellence in one of the world's most popular sport A prime minister who has navigated his country through two financial crises For Xie Yingying's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former Lithuanian prime minister Andrius Kubilius 财经高峰会 为家庭人士介绍中国致富机会 Stoneport 6000尺展厅 150多种天然食材 200多种马赛克 250多种瓷砖产品 西人公司 厂家滞销 品质保证 同时提供免费评估 以及安装服务 西人安装团队 经验丰富 手艺一流 批发采购 请直接联系华人销售经理Adam Young 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您回到1月3号的国语板间新闻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印度女学生被轮监后死亡的案件今天开审 至少5名被告和被控强奸和谋杀 可能会面临死刑 当地大律师联会呼吁业界 不要为被告辩护 6名被告今天在新德里高等法院提堂 是当局第一次加快法庭排期审讯 警方控告他们谋杀强奸以及绑架等控罪 报道指其中一名被告 报称未满18岁 警方正在等待他的骨骼检定报告 确定年龄 如果证实是未成年就要转介少年法庭 也不可以控告他谋杀 审讯期间警方会向法官 承交1000页相关文件和准备传照30名证人 在法院所属地区的大律师联会表示 7000个会员不会担当被告的代表律师 又呼吁业界基于案件性质和人道立场 不要为被告辩护 连日来不少印度民众 包括妇女和政府主要官员游行 要求政府修例严惩性罪犯 警方加强保护女性 以及发起活动改变社会对女性看法 23岁的女大学生 上月中在新德里乘坐巴士 被6名醉酒男子轮奸和殴打 受重伤 95%的肠脏被切除 她之后被送往新加坡治疗 到上月底 因为器官严重衰竭离世 遗体运回到印度火化 事件也引起东南亚其他国家 加强对性犯罪的执法 在泰国曼谷 警方拘捕三名 涉嫌在上周 掳走两名俄罗斯游客 到巴提亚强奸和打劫的男子 美国康涅迪戈州纽顿市的 桑迪胡克小学 今天复课 这是去年12月14号 枪击案发生之后 学生们首次重返校园 学校的相关负责人表示 校方配备了地毯和家具 连之前的宠物龟也被重新安置 校方希望借此来帮助学生们 平稳过渡 而更多的摄像头和新的安保系统 也已启用 这起震惊全美的小学校园 枪击案一共造成20名儿童死亡 调查人员仍在设法 确定枪手的作案动机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日前发表声明宣布 国务卿希拉里 在接受了治疗之后 已经于2号正式出院 希拉里2号下午 走出纽约长老会医院 被一辆黑色面包车接走 同行的有她的丈夫 前总统克林顿 她的女儿切尔西和一名助手 国务院声明说 医生在复查时发现 希拉里最近受到脑震荡后 体内形成了血块 希拉里的医生说 医学检查显示 血块位于她的右耳后侧 大脑和颅骨之间一条血管内 她没有因此出现中风 或者受到神经上的损伤 希拉里上月15号 曾因病晕倒 撞到头部 造成闹震荡 她因此缺席国会 在上月20号 就美国驻利比亚 班加西领事馆 遭席事件举行的听证会 根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 最佳出生地排名榜 加拿大在全球被评选的 80个国家当中排名第9 香港则紧随其后 跻身前10名 中国大陆名列第49位 根据富有指数 犯罪率 公信度 家庭健康素质等 多个评选项目的综合得分 瑞士以8.22分的综合指数 荣登最佳出生地的榜首 其他跻身前10名的国家或地区 依次为澳大利亚 挪威 瑞典 丹麦 新加坡 新西兰 荷兰 加拿大和香港 该杂志25年前展开的同类评选 当时位居榜首的美国 在这次评选中得分7.38 与当年排名第三的德国并列第16位 经济学人认为 于2013年在美国出生的一代 将都面对由婴儿潮造成的巨大债务 是其排名落后的主要原因 中国在榜单中位居第49位 评分仅次于拉托维亚 泰国则紧随其后 此外 意大利 法国及英国等之前排名 均在前十的国家 这次成绩均不佳 排名分别为21 26和27名 在所有80个被评选的国家当中 尼尔利亚以4.74分垫底 倒数第二和第三 则分别为肯尼亚和乌克兰 据英国媒体报道 澳大利亚一款畅销的婴儿奶粉 近日被华人抢购一空 当地许多超级市场 货架已经无货供应 部分药房也开始限量销售 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 被抢购的是一款可瑞康婴幼儿奶粉 供应商表示奶粉需求突然大增 导致存货减少 正在安排运送额外的奶粉满足需求 并计划在未来一年将产量提高50% 报道引述 澳大利亚媒体指不少华裔居民和中国游客 近日在当地大量的购买奶粉 然后将奶粉运回中国 或是在网上转售图里